无论你是什么年纪 什么性别 什么背景 都可以透过圣经的话语生命更新 继一年读新药灵修之后 邀请你一起纳志 和35位目者用三年时间 每日用圣经的旧药灵修读经 让生命往下扎根 向上结果 一起实践旧药的教导 令人生活得更有智慧 今天我们来读《列王记下》第15章 《列王记下》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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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52年 一共活到68岁 我们继续会看下去 现在读经之前 我们做个祈祷 天父人的生命有长有短 教导我们很好的生活 活得好 永远你的命 求你继续带领我们 听我们的祈祷 王主耶稣命求 阿们 耶路撒冷作王52年 他母亲名叫耶可尼亚 是耶路撒冷人 阿撒尼亚 行耶和华眼中 康为正的事 效法他父亲 阿玛姐一切所行的 只使邮潭 华没有废墟 百姓仍在邮潭 献祭萧香 耶和华降灾于王 使他掌尿麻风 直到死的那日 他住在隔离的行宫里 他儿子若潭 管理王的家 治理这地的百姓 阿撒尼亚其余的事 凡他所做的 不都写在 尤大列王记上吗? 阿撒尼亚 与他祖先同岁 与他祖先同葬在大卫城 他儿子若潭 接触他作王 以色列王撒加尼亚 尤大王阿撒尼亚 第三十八年 耶罗波安的儿子 撒加尼亚登基 在撒马尼亚 作以色列王六个月 他行耶和华眼中 捍为恶的事 效法他祖先所行的 不离开尼巴的儿子 耶罗波安 使以色列陷入罪女的那罪 阿比的儿子沙龙背叛他 在百姓面前击杀他 散了他的胃 撒加尼亚其余的事 看啊 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这就是耶和华应许耶护的话 你的子孙必坐以色列的王位 直到第四代 这是果然发生了 以色列王沙龙 犹大王乌西亚第39年 阿比的儿子沙龙登基 在撒马尼亚作王一个月 家底的儿子米拿燕 从得撒上撒马尼亚 杀了阿比的儿子沙龙 散了他的鬼 沙龙其余的事和他阴谋背叛的事 看啊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那时米拿燕从得撒起 击杀提匪撒和城中所有的人 以及他周围的地区 因为他们没有给他开城门 他击杀他们 否开其中所有的人父 以色列王米拿燕 犹大王阿撒利亚第39年 家底的儿子米拿燕登基 在撒马尼亚作以色列王十年 他行耶和华眼中 汉为恶的事 终身不离开尼伯的儿子耶罗波安 使以色列陷入罪女的那罪 亚述王普勒来攻击这地 米拿燕给他一千他利得银子 为了请普勒帮助他 巩固他所掌握的国度 米拿燕向以色列所有的富豪 杀取银子 要他们割出五十赛克纳 交给亚述王 愿是亚述王回去了 不在境内停留 米拿燕其余的事 凡他所做的 不到舍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吗 米拿燕与他祖先同岁 他儿子比加核接触他作王 以色列王比加核 由大王阿撒利亚第五十年 米拿燕的儿子比加核登基 在撒玛利亚作以色列王二年 他行耶和华眼中捍为恶的事 不离开尼伯的儿子耶罗波安 使以色列陷入罪女的那罪 比加核的将军 利马利的儿子比加背叛他 在撒玛利亚皇宫的堡垒杀了他 阿尔哥伯和阿里耶 并激烈的五十人帮助比加 比加击杀他 散了他的围 比加核其余的事 凡他所做的 看也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以色列王比加 由大王阿撒利亚第五十二年 利马利的儿子比加登基 在撒玛利亚作以色列王二十年 他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不离开尼伯的儿子耶罗波安 使以色列陷入罪女的那罪 在以色列王比加的日子 阿术王提甲拉比列式 来调取耳云阿伯伯马加 阿罗基帝斯夏索基列 加利利和拿弗他利全地 把这些地方的居民 都老到阿朔去了 乌西亚的儿子 若坦第二十年 以赖的儿子 何世亚 背叛利马利的儿子比加 击杀他 散了他的围 比加其遇的事 凡他所做的 汉阿 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尤大王约坦 利马利的儿子 以色列王比加第二年 尤大王乌西亚的儿子 若坦登基 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岁 在耶路撒冷作王十六年 他母亲名叫耶路沙 是杀督的女儿 若坦行耶路沙眼中汉为正的事 效法他父亲 乌西亚一切所行的 指示 丘坦话没有废墟 百姓仍在丘坦献祭消香 若坦见了耶路沙殿的上门 若坦其余的事 凡他所做的 不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吗 在那些日子 耶路沙开始差阿南王 利信和利马利的儿子 比加去攻击犹大 若坦与他祖先同睡 与他祖先同葬在大卫城 他儿子阿哈斯接触他作王 经文第一个重点 阿撒尼亚王 又名叫乌西亚 他是一个好的王 他是敬畏上帝 很有智慧 又有军事头脑 在历代之下 另外记载到 这位乌西亚王 他有很强敌的军队 打胜仗 打得非常好 有几十万的兵 所以一次就骄傲了 可惜 当他骄傲的时候 他有一次就 进去圣殿那里献祭 但献祭的事 应该是祭司的事 当时有个祭司 带领八十个 勇敢的祭司 挡住乌西亚 跟他说 献祭的事 应该是阿伦子孙的 你不应该进来 但结果他不听话 在献祭的时候 神的领向显现 结果 乌西亚上 就掌抵马蜂 结果 人家说 王呀你掌抵马蜂 他就敗了出去 结果可惜 掌抵了马蜂 一件可惜的事 第二个重点 我们说到北边的国家 以色列 好乱 很多皇帝 做不久 就换帝的皇帝 首先耶罗波安的儿子 撒卡利亚 做了六个月 就有雅比的儿子 叫做沙龙 就背叛他 在百姓面前 把他杀了 这个沙龙做皇帝 做不够一个月 另一个米拿燕将军 就来到 又把他杀了 米拿燕又做了二十年 传给他的儿子 比加核 比加核做了两年 有另外一个将军 来背叛他 又比加 又把他杀了 所以换来换去 所以北国很乱 最后就是河西亚 这个让我们看到 不敬畏上帝的国家 就真是麻烦 好乱好乱 做不久就要改朝 换代 我们反思 思想到这个尤帝王阿萨利亚 又叫做乌西亚 他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皇帝 不可可惜 就差一点 至第一点就等于丑了 一个人骄傲的时候 就是上帝所不欢喜的 魔鬼犯罪 天使状犯罪哪个魔鬼 就是因为骄傲自大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思想 千万不要骄傲 不要自己居首位 最重要是让耶稣基督居首位 费利比书二章五节 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让耶稣基督居首位 牵给下来 如果上帝给一切的智慧给你 你都会将荣耀归给上帝 如果不是 就成为一个骄傲的人 上帝罪不起愿 骄傲的人 北边国家 以色列 一个皇帝 调换另一个皇帝 刚才读圣经的时候 知道经过很多皇帝 圣经跟他们说 以耶和为神的 哪国是有福的 他所简选为自己百姓的 哪民是有福的 一个国家要得敬畏上帝 这个国家能够得到上帝的赐福 所以我祈祷里面 希望我们中国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国家 希望香港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香港 这样我们就可以平安无事祷日了 反思第三点 就是北边以色列国 遇到困难的时候 特别是外边的国家来攻打他们的时候 阿树莫来攻打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尽量把金银财宝 希望去贿赂他 不要来打我 希望敌人不要来打他 遇到困难的时候 就不要寻求上帝 就是用人的方法去结果 就失败了 其实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 应该看看究竟我没有犯什么罪 如果犯罪 应该要认罪悔改 然后求上帝帮助 这才是正确的方法 所以基督徒遇到困难的时候 不要寻求用人的方法 是 来到神面前 求上帝带领我们 让我们有力量 有信心 面对一起的困难 今集背众的金句是 听优优独播剧场